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高四十五月到八到九 就地审计我们需要资深轮廉带队出去 目前带队轮廉不够 工作负担很重 我们的审计品质也会影响 中间包括轮廉的流动力 流动力超过百分之十以上 压力很重 升迁也不容易 所以轮廉到审计部以后 就纷纷要请掉 最快将来这个轮廉稳下来以后 那么专业需要能够提高 然后我们的审计的深度品质 这个力量更能够出来 好 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的立场是同意的 只是需要你考虑到一个问题 第一个 政府组织要再造 第二个 政府的总原额 会调整 往下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审计部缺要再增加原额 就是说你们的工作量 事实上是很重 但将来这个政府组织 再造过以后 不会精减 原额减少了之后 你们的每个平均公务员 它效率提高 你们的这个工作量 也会减轻一些 对啊 报告就是说 第一个因为我们这个总原额 从民国38年到现在 60年都没有增加 对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将来行政院这个再造以后 它的部位会缩减 但是在整个议算规模 是越来越大 只有增加不会减少 那么在损计的这个量的这个部分 虽然单位减少 但是我们派言到各地去损计的这个复合量 还是会随着议算的膨胀增加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增加有31位 但是刚刚报告就说 将来真正要用人的时候呢 我们会本则像伦组行政局所讲的 当用者用 能省则省 我们要增加用人的时候呢 将来还要透过议算 经过行政院来審查 同意再逐步看到AO需要 再一步一步来增加 我们不会说这个答应给我们31个 马上到位 我们不会这么做 还是以后配合整个政府精减的政策来看 这个我们同意啦 也乐于见到省计部 会愿意主动的 只是过去做文书的时候 现在变主动去查查 我们都同意 但是事实上对于你们的决心 上次在这个茶友会也提过 有些已经明显违法的 所以说大法官也实现了 然后这个法律也是 上次请问您的 您的省计部的态度还是非常的消极 你说我们会 我说你会不会移送 有些机关违法的部分移送 你要说我们会 会这个 你是 你是 因为当那些机关在场 你们就不好意思讲 还是怎样 不是 就是说在审计法里头 对于审计结果的处理 有很明确规定 涉取刑事案件的 我们一定要移送法办 包括监察院 有重大回事的部分 我们要报告监察院 他去专案去合办 行使他的监察职权 对于效能够低的 我们也是移送监察院 当然 所以我那天就 那天就请问你说 会不会移送监察院 就是说 有已经 大法官视线说 说那些部会 有些不能够支出的钱 有些不能够用的 主要我们发现 他违反财务法链 该移送就移送了 我们会 该移送就移送了 你不能够说 你查出有违反 你自己还有这个主动权 说我有些案子给你压下 有些案子 就给你去函 要求你更正 有些案子我就移送 你不能有这么大的裁量权 照这个 贪污秩序条例 审计机关 审计计人员 发现贪污有机 不移送的话 不是贪污啦 我说为师啦 还是一样 为师啦 为师没有送的话 监察院会对我们就责 那立法院当然也会来 归我们就责 好 谢谢神医长 谢谢